大家好,我是友尚捷 大家好,我是TC 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等一下,为什么变TC 对,我是你哦 我是你哦 人设崩坏 为什么修改名字 因为之前在录前两集的时候 我还在前公司 怕被认出来 对,前公司比较对于大家 公司以外的活动会比较敏感一点 所以那时候就 无论我自己的open的instagram 或者是我自己之前做的podcast 我全部都是用化名 所以意思是说 你现在不再受到前公司的约束 没错,没错 现在解脱了 哇,真是感到开心啊 真的真的真的 现在就没有那些束缚 所以你可以尽量讲前公司的事情啊 还是留点口德 没有啦,前公司带我很好 只是有一些事情发生自己的决定 所以就离开了公司这样子 对啦,也是也是 对对对 所以,哇,我们终于在台湾团聚 没错,没错 上一次我们在台湾相见 应该是 我后来也有算一下 应该是2020年初 对,年初 对对对 录30集的时候 对,这真的很扯 超级久 快要三年 快要三年前 但中间有在欧洲见面啊 对 所以还好 但是我去年 非常感谢你 收留我 我那时候其实很想要问你说 中间要不要来录一集 但是 那时候没有想到说要录什么东西 对,一来就是 那时候没有想到说要录什么主题 对 二来就是 因为我其实不太想背的麦克风 那边 也是 跑来跑去 也是也是也是 蛮痛苦 对对对 对,我真的非常庆幸 我后来没有背麦克风 哈哈 我中间有想过耶 我有想过 因为我其实一路上除了你在那边之外 对啊,你都住在很多听众 或者是 朋友家 朋友家 我想说哇 那如果带麦克风在身上 那我就是随时随地来录一集 没错没错 后来发现 一来就是真的很累 结果我不想录 二来就是 哇,带来那个我会死 因为我那时候 身上的行李其实已经蛮重 嗯 对对对 接触地球已经走到现在 你有曾经想过要停更或什么的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就一直 很有热情的更新 对 而且我其实每一集上线前 我都蛮兴奋的 嗯 就觉得说 干这集很屌 我一定要让大家听到 然后我很期待就是大家听到之后 会留下什么 真的 回复 那种感觉 每一集还是都超新鲜 对 我觉得一部分原因是这样啦 就是 因为毕竟我每次都是找来宾嘛 对对对 所以对我来说 那个内容真的是新鲜的 对对对 而不是说我自己一直产出 然后我会掏空自己 也是也是也是 对啊 我觉得那个差别还是有 还是有 所以我觉得保持热情的方式 应该就是这样吧 遇到不同的来宾 这可能就是脑震荡会死掉的原因 哈哈哈 欸你不是说要重新复出吗 有哦 超级想超级想 真的 我发现我们的听众其实有高度冲迭 对 有其实有 其实有 一部分有 对啊 算是 算是你有介绍到另外一个 就是来宾 然后我们会聊一聊之后 发现 欸他也有听我们的节目 然后我们整个就超shocked的 拜托啦 脑震荡 停更很久 还有人在停 哈哈哈哈 你从布达佩斯回到台湾 是永恒的回到台湾了吗 欸 应该不会再回布达佩斯啦 就是以后再回匈牙利 应该就不会是久居 就只是去旅游 哇 对 但是 所以我现在 对 反正我结束在布达佩斯的工作 然后现在会先搬回台湾这样子 但是 长远的计划的话 还是会想要搬回欧洲 只是那可能就看我现在 回台湾的这件事情 成不成功 对对对 成功的话 我就有方法可以再回到欧洲 如果不成功 我可能就会留在台湾 哈哈哈哈 但我真的不知道该祝你成功还是不成功 哈哈哈哈 距离我们上次讲布达佩斯已经过了 既然刚刚算了 快三年 对 我不知道你对布达佩斯 后来有没有更多的 结果我后来觉得 更多的感触 其实我觉得很 还是就差不多了 没有我觉得有点 怎么讲 老实说有点羞愧 就是这次在准备要讲的东西 我发现一感一见 好像很多东西讲错了 啊真的假的 你说之前我们录的那个布达佩斯讲错了 也没有说讲错啊 就是那个时候的了解 没有那么的深刻 哇 然后因为毕竟我现在这样在欧洲 就在布达佩斯做了两年半嘛 然后刚好都疫情 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布达佩斯 呃在匈牙利里面旅游 嗯 然后所以就重新很多 本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就开始 慢慢的加深的了解 哇 所以我们现在是EP30那个经典妇科版 对对对对 从事 看物版 哈哈哈 高清感 哈哈哈 修复版这样子 对对对对 不过你那时候在布达佩斯的日常 因为我那时候不是找你 对对对 干我觉得好惬意 欸对啊我们还去烤肉啊 对啊 对我觉得 我觉得 这是你正常的生活吗 对那是我正常的生活 还是只是因为刚好有访客来 所以 没有没有没有 是很刚好很刚好 是我在那边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啦 可能至少一个月会有一次烤肉趴 嗯 对然后有可能去就是附近的河岸 或者是去山上可以的烤肉的地方 就大家就带食材去 然后就就chill 就烤这样 就可能就下午三四点 如果是七八月真的很热的话 可能就五六点才开始 可是如果是就春天或秋天的话 可能就下午三点 大家就开始就是啤酒 然后生活 然后就就一路就带到天黑 这样子 对啊对啊 那那是是满满日常的 对 欸可是夏天的时候天黑可能就已经10点 对对 通常 从下午三点开始就要到晚上吃 真的很爽 真的很爽 超爽 你来我家的时候 我家不是有一个超大的阳台 对 对然后后来我其实大部分烤肉都直接在我家烤 就 对啊那边超适合的啊 对 十几二十个人就直接来我家 然后大家就直接在那边烤肉这样子 对啊 而且累了直接在那边睡啊 对对对 或者里面就在打打switch玩电动 然后外面就是喝酒聊天 对 我觉得你那个公寓就是史上最适合开这种 真的 超适合party 超适合house party 对 哇 好吧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式 对我觉得 我觉得离开那边 应该最遗憾就是那间公寓 哈哈哈 真的很难过 如果公寓可以带着走就没有问题 没错没错 没错 OK 那时候我在布拉佩斯的时候 我很喜欢布拉佩斯这个城市 嗯嗯 不过我觉得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跟着你走 嗯 觉得很爽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非常可惜 就是我那一趟有点太贪心 你说排的点很多 对很多 然后几乎每个国家就是待大概四到五天左右 对 可是如果以匈牙利待四到五天 我觉得布拉佩斯就差不多了 对其实是 对你说还在另外追加的地方 根本就不太可能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从布拉佩斯一走就直接到克罗西亚 嗯 你之后还有计划再回欧洲旅行或者是什么吗 旅行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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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常待的话就 也是看状况 看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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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所以如果说再回去的话 我觉得匈牙利 你想要再多花一点时间 我想我想 而且重点是我想要在巴尔跟半岛晃一晃 对啊 那晃一晃的话连接匈牙利 嗯嗯嗯嗯嗯嗯 其实巴尔跟半岛我觉得都很值得花 就是大家可能旅游资讯不多 或者是去人比较少 所以比较少讨论 可是其实真的是 这边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城市呆上一个礼拜都都不是什么问题 对对对 对啊 那这样的话 如果说我这次要重返匈牙利 对 然后不去布达佩斯 可以去哪里 我觉得超多耶 但你也喜欢葡萄酒吗 其实 那你要喝下去 但但没有说不喜欢啦 只是说我 哈哈哈 有酒精都可以的 哈哈哈 可是问题是我不太会分辨好坏 哦 对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葡萄酒 然后匈牙利不有名 但是很厉害的就是我觉得是葡萄酒 嗯 因为它的行销其实做得很烂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匈牙利有什么葡萄酒 对 匈牙利有名的大概就是贵府酒吧 就是那个甜酒 贵府酒 对 TOKAI 嗯 它是一种甜酒 然后只有这个酒在匈牙利是有大概打出国际名号这样子 可是其他 它的红白酒其实也都还蛮不错的 可是默默无闻 对 然后因为默默无闻所以很便宜 哇 诶 爽哦 所以CP值很高 希望他继续默默无闻 哈哈哈 这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哈哈哈 对啊 所以就有很多酒的残区可以看 然后其实除了布达佩斯以外 布达佩斯其实算是蛮近代的首都 嗯 是在哈布斯堡王朝之后才那一段时间才开始在布达佩斯 所以大概是在18、19世纪才开始发展起来的 嗯 那在之前的话其实都是在比较接近斯洛伐克这边 甚至是整个匈牙利帝国之前的前首都其实在斯洛伐克里面 嗯 然后是后来有到匈牙利的比较靠斯洛伐克这边的 Estagon然后或者是Vichigrat这些地方 最后才潜到布达佩斯来的 也是啦 因为毕竟不管是匈牙利帝国 或是后来奥匈帝国 他们的领土变化的速度真的是 非常快 变化无强 对 三五十年那个地图就要充滑 对 这蛮靠北的 所以一直 其实我一直搞不太清楚什么时期 哪一个国家在奥匈帝国里面 其实蛮反的 因为那次我走那一趟 奥地利斯洛伐克 匈牙利斯洛伐尼亚克 罗伐尼亚克罗埃西亚 对 其实都曾经被 对对对 而且就是曾经还局部这样 所以 对对对对 我完全搞不清楚哪一个时期 他们是哪一个在哪一个里面 欸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回去听那个 就是有一集国参语的那个 巴尔干大魔王那个 对 他就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但是他终究还是没有讲到奥匈帝国本身吗 也是啦 他比较多讲 南斯拉夫对南斯拉夫这一块 对对对对对对 不过他讲的就是对于匈牙利人的那种 就是感觉 我就完全可以理解 对匈牙利人也是 我大匈牙利 没错没错 匈牙利人就是在那边跟他们相处久 他们就一天他们那边叹气说 想想我们以前的光荣 然后就觉得光荣你个头 让匈牙利great end 对对对对 一堆这种mindset在他们心中 现在还是有对 哇真的假的 对对 他们在这种地方 就我觉得是他们的教育吧 他们教育其实一直在 给他们一种就是 我们匈牙利每一次都在历史站错边 就无论一站二站 他们其实都站在错的那边 对 然后 然后他们就会一直说 其实我们做错选择 但其实我们是非常伟大的国家 然后我们的领土都被剥夺走了 这样子 然后这些 所以其实他们很多人的mindset里面 都还是想要去把那些地方 隐性的想要去把它拿回 他不会明讲 但他内心想的就是 那曾经是我的土地的那种感觉 哇那这个 这个潜意识其实是危险的 是很危险的 对对对 是非常危险 可是这个已经 就我后来就慢慢了解 因为毕竟跟当地人相处 久才发现 这其实在埋在他们国小国中的教育课本里面 就他们的历史教育 其实就一直不断这样灌输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 为什么会让整个匈牙利人 变得比较悲观的原因 因为他们一直被教育 你失去很多 对 而不是去想你可以怎么做 对对 然后可是因为这样子 其实比较容易操作国族主义吧 对对 然后那种情绪的渲染 是很容易传开来 所以他们就政治上面 就很喜欢用这种方式去 去把大家的内心抓在一起 OK 就比较容易换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匈牙利在欧盟常常跟其他股票上盘调 对 对 对 其实是有关联的 他们的历史教育或他们的 就整个教育对人格的养成是不太一样的 跟整个欧盟价值 但其实跟欧盟价值 我觉得这个比较是目前的执政党的特色 但他就垄断了嘛 所以就基本上他就带着匈牙利 往一个比较偏激的方向走过去 OK 对 其实我们原本是讲要讲布拉佩斯以外的匈牙利 可是我发现这个话题好像比较有趣 对 匈牙利的政治观察 政治跟历史 对 说实在的 匈牙利现在的政治现况到底是怎样 因为我每次看到新闻都很负面 对 我会好奇德国媒体怎么去讲欧盟议会跟匈牙利 因为匈牙利他大部分的不管是政策或是在意识形态上 都跟欧盟的目前的主流差比较远嘛 对 就他比较相对保守 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刚刚说到民族主义上面 对 他们可能也比较偏右一点 对对对对 那他们可能觉得对欧盟不是很认同感不强 再加上乌俄战争之后 嗯 他们对俄罗斯的关系又是这样子 对 他们现在的匈牙利领导人叫欧盟 就是欧盟 然后他非常妙 因为他在当选总理之前 他就跟着他的政党一起去中国拜访 那个时候他就跟习近平握过手 对 然后刚好习近平那个时候还不是主席 哇 这么精准的握到正确 对 他非常非常的有 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 OK 但是就是他的立场跟现在的主流欧洲是比较相冲突的情况之下 他的元件就会开始形成一种背刺欧洲的背刺这样子 对 然后他也跟就是其他的独裁者都走比较近 这是事实 就是他跟欧洲以外的政权里面 他都是跟独裁 比较偏独裁的国家的领导者走得比较近 OK 对 然后我觉得欧班他有掌握到一件事情 就是不幸的是欧盟这个体系啊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敌人会在里面 所以他们所有的宪章 或他们所有的运作的方式的设定 其实都是共同对外的 对 他们没有任何一个防内贼的系统 所以for example 其实欧盟的宪章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可以去开除成员国的汇集 哇 所以他在里面他就赖在里面了 对 然后是没有人可以把它提掉的 对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像欧盟 因为他们其实以前就是那个煤钢共同体嘛 对 所以他们其实以非常强烈的经贸合作为导向的时候 他们的所有的政策决策 大的决策 其实是必须要全会员国同意 他们的投票不是那种过半同意 或三分之二同意是要全员同意 这个真的很欧洲 对这就非常欧洲嘛 就非常的共同自理的那种理想 但这就造成一个问题 因为像最近 像之前疫情期间的时候 有那个COVID的纾困补助的部分 然后那时候其实匈牙利就抓到这个点 那欧盟一直以来 尤其是像荷兰跟德国跟比利时 还有北欧 就是所谓欧洲里面解减五国 就是最省钱的那几个国家 因为他们付很多的钱给欧盟 但他们拿很少 所以他们其实对欧盟的财政的使用 是非常严格在监督的 那他们其实那时候就发现说 像波兰啊或者是匈牙利啊 这些国家他们的司法其实是并不透明的 然后媒体是垄断的 甚至是被政府给掌控的 所以他们就在收纾困里面呢 去绑了一个条款说 OK要接受纾困的国家 你必须要开放欧盟检查体系 去监督你的司法 然后你必须要让媒体可以回到人民手中 就他又绑这两条弹书 然后那时候 欧盟不爽 对欧盟就超不爽嘛 他就觉得就是 干你就针对我啊 对对对 因为不透明的就你啊 可是可是他去 老实说我觉得他就是跟着欧盟硬干 就有点奇怪 就是好像也是此地无人三倍 对对对 我就是不透明 然后我就不想配 我说诶怎么可以查我的透明度 没错没错没错 你怎么可以觉得我不透明这样子 对但是他就真的不透明 对然后 因为刚刚我说的就是欧盟的大的法案 其实他们都要全员同意 才可以实行 所以那时候 欧盟 就在匈牙利的新闻媒体 真的是沸沸扬扬 然后各种抗议 然后各种就是在街头 就是 你说反欧盟吗 就是两个派 因为布达佩斯是非常亲西欧的 可是布达佩斯以外的匈牙利 是被执政党给垄断的 所以其实在布达佩斯 比较难感受到那种 比较右派跟集权的感觉 布达佩斯是一个非常左 非常love and peace的城市 但是这以外的匈牙利 才是主要的人口 然后所有的乡村 其实都是投给执政党 那执政党是 国家执政党跟布达佩斯首都的执政 是相左 是两个相反的政党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布达佩斯 有一个自由女神像 不是美国自由女神 就是匈牙利自己的自由女神像 然后那时候在那个山上面 就开始有各种就是投影 就开始有人抗议 然后就直接用超大雷射投影 打在山上面 说就是开始攻击欧班 这样子 OK 有点像是那个时候香港狮子山 他们不是会在那边排蜡烛什么的 对对对 就有点像那样 然后他们完全找不到 那灯到底从哪里打出来 你知道吗 对然后 反正就是有灯 对就是有灯一直在那边找 对对对对 然后就抓不到这样 然后就各种嘲讽欧班的这种 就是命就是一直打在上面 对对对 然后 然后那时候欧班就知道说 就是 我其实只要不要同意 他们这整个就过不了 对 然后他就拿着西班牙跟希腊威胁 因为那时候最接近破产 就是又是回到当初 就是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 西班牙跟希腊 他们就真的是快死掉了 对 然后因为COVID的关系 然后他们又是观光大国 他们不拿钱 真的是就完全走不下去 然后最后 其实是希腊说 好啦好啦 你想要我再破产一次吗 你要不要就让 让匈牙利 拿到他们要的东西 不然我们真的要死了 再死一次 你们欧盟大概也要一起死 这样子 对然后最后荷兰就 压着德国说 好啦 就是我们这一次 先把这一条拿掉 这样变成一个建议 而不要是要求 哇那这样的话还得了 就是欧盟这样 实嘴之味啊 对所以其实欧盟 在欧盟议会里面 有一个很可怕的状况 就是他掌握了一个 要挟欧盟的方法 他抓到了欧盟的软热 欧盟流氓 对他其实是 然后像是他们对经济上面 表现也是 他们会很努力的去控制说 我不要进步太多 我永远要在欧盟的 倒数最后三名里面 我才可以拿到最多的钱 如果是倒数第四的话 跟倒数第三我拿到的钱 就不一样多 哇他是这个 巧妙算计啊 对对对 管理大师 对对他真的厉害 倒数第三 对他真的很 我觉得在那边住几年之后 我的心得就是 他真的很厉害 就如果你跟他的政治利益 是相同的话 你会超级佩服他 可是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干这大魔王真的打不爆啊 对啊 死不了啊 死不了 太强了 太强了 哇靠 所以这是 匈牙利尴尬的现况 对他其实蛮惨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匈牙利很多年轻人都会离开 对 然后像是欧班 他其实在战争上面的控制 还有另外一个很非常厉害的东西 就是他 因为其实像欧洲 或很多国家都会有不在籍投票 比如说 尤其欧洲又是移动工作 非常非常频繁的一个地区 所以你不一定要回到匈牙利去投票 那欧班他就不断在这修改他的法 或他也不用改法律 他就用行政法的方法去处理 他的处理方式就是 只要是亲匈牙利或者是亲近他的地区 例如说罗马尼亚的投票所 他就会尽量在罗马尼亚境内的匈牙利使馆 每一个都可以去投票 不在一起投票 可是for example 在英国 在德国 在荷兰的匈牙利人 整个荷兰你就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投票 所以你如果要投票 你那天就必须要搭好几个小时的火车 搭到那个地方去 搭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排非常久的队 然后再投一票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在西欧里面的匈牙利人 其实是比较反欧班的 因为一定相对他们比较清晰 对他比较清晰 所以他就让这些人的投票的难度增加 那可是像在罗马尼亚 或者是在巴尔干地区的匈牙利人 其实他们就会比较亲近欧班的政党 对那他就让他们的投票门槛 降得非常非常低 难易度降得非常低 所以所谓的海外投票的部分 其实你就可以看出来很明显很明显 就是亲欧班的人是比较多 可是这其实不是事实 这可能是个假象 这是一个假象 这是被操作出来的这样子 那赶快起来 欧班的敌人 我这样想象出来 那个轮廓应该是 住在布达佩斯的那种自由派精英 对 等等这种形象 对对对对对 哇靠 所以他其实甚至像是 我刚到那一年 2020年的时候 发生最大的事情就是 匈牙利最有名的一所大学 叫中欧大学 就Central Europe University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匈牙利的 犹太人 犹太义匈牙利人 然后他反正就是在欧洲经商之后 他认为改变匈牙利的整个国家命运的 唯一方法就是教育 其实他是也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个有钱人这样子 所以他在赚了钱之后就回到 回到匈牙利来办学校 然后就办了中欧大学 所以中欧大学其实一直以来在 匈牙利都是一个最学术自由的学校 然后尤其是在外交跟政治领域里面 他们是最可以畅所欲言的一所大学 他们所有论文去分析匈牙利的 整个政治发展的现况等等 都非常非常重要 那也因为他很重要 所以就变成欧班的严重钉 所以那时候欧班为了要去整这个学校呢 他们就通过了一个法律 就是所有的大学必须要裁单法人化 对 而且裁单法人化之后 必须要由国家的基金会来经营 也就是说你的董事会基本上被收归国有了 对这整个学校的运作被收归国有 然后那大部分的学校就都屈服了 因为你不接受 你就会被测学校的执照 你就不能再办学了 哇 可是以中欧大学这种声量 所以那时候 因为我在那边有很多外国朋友 然后可能就是意大利人啊 或者是德国人啊 荷兰人啊 他们就是在中欧大学的匈牙利 布达佩斯校本部上课 或者是念研究所这样子 然后有一天他们就全部都很沮丧 然后就大家就先后就很沮丧 因为就得知这个消息 就是OK 下个月之后 你要全部搬去维也纳 因为中欧大学它有两个校区 一个在布达佩斯校区 一个是维也纳校区 然后布达佩斯校区 就是中欧大学整个就是完全不愿意屈服 所以他们 对 然后最后就是被迫关校 实战到底 对 实战到底 然后最后整个布达佩斯的校区 就它本来是一整个匈牙利的大学 它直接把布达佩斯的校区给勒令停掉 然后所有的学生 所有的教授 所有的器材 全部都转到维也纳校区去 那他们也是有骨气 他们就 因为他们想要保留他们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如果接受了的话 他们所有的累积的资产就全部都没了 他们宁愿是把它移到维也纳 然后继续做这些研究 对 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大学的风骨来说 对啊 所以那间大学就是蛮令人敬佩 可是就是从这些事情开始看到 就是匈牙利的政府 就现在这个非常偏右派的政府 其实是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在打压一击 就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你在布达佩斯感觉应该特别深 毕竟那边就是反对他人的大本营 我觉得布达佩斯 对 布达佩斯你会感觉到就是 这些年轻人至少我的交友圈 大家就是很 都讨厌他 对 很容易在聚会的时候一起干狗 中央政府这样子 可是干狗完之后 大家其实也是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他真的太强大你知道吗 就是他媒体也垄断 他教育学术也把你砍掉 然后他司法也是就摆明了我没有要透明 他可以这么明目张胆 所以我觉得他最可怕的是他 他做一切都合法 因为他让一切都合法 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进化完全体的独裁者 没错没错没错 救济般的 哇靠 然后他还可以在一个就是民主代表的欧盟里面活动 然后可以要挟其另外26个国家 没错 对 这真的是大魔王 他真的是大魔王 所以我每次都跟就是其他朋友在那边开玩笑说 就是啊 假设真的有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 就那时候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前 我每次都开玩笑说 真的有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是 应该是匈牙利引起的 因为太北兰 所以 太北兰 真的太北兰 不猫一下不行 然后后来就开打 就哦好吧 那我们预设失准 可是开打之后 匈牙利还是很北兰 对啊 就还是很北兰 对 他还是比较亲俄的 对 然后他就很多就讲说什么 你看我们要谴责乌克兰 因为他任我们的天然气价格上涨 他就这样对内就是宣传这样子 不是啊 那这个 那其他人做何反应 对这种言论 可是因为当他已经垄断媒体的时候 他其实很容易愚民嘛 对 然后尤其是偏强 就布拉佩斯当然大家不买单 可是就是其他地方 其实大家媒体的接收 都没有那么的自然的时候 就甚至连网络都不是那么的普及 就都比较长辈嘛 对那所以他的只要电视跟广播 不断的这样去宣传 其实就是主要投票人口 还是会这样相信这样子 我不知道离开布拉佩斯之后的匈牙利 就其他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 因为其实我想象不太出来那边的轮廓 其实如果不去看政治跟历史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匈牙利蛮有趣的是因为他在 他在首都 应该说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一样 首都一定是有他自己一个 他就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 他的文化跟外面是不一样的 天龙国 对天龙国 可是匈牙利外面的那些村庄 其实我觉得也都是 或者是城市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匈牙利其实是一个自然资源 他没有高山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国家 对 我可以感觉到 就是说匈牙利 他除了布拉佩斯之外 几乎没有一个大城市 知名的 对对对 其实是有啦 只是可能这就不会是观光客会去指导的地方 所以像是 南边有一个叫做Sexar的城市 然后或者Sexar 然后在比较东边的地方 有一个叫De Breton De Breton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学城 所以其实有蛮多台湾人或中国交换学生在那边念书 因为学校除了在布拉佩斯以外 第二多就在De Breton 对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叫做Pesh的城市 对 那这几个城市其实都非常非常大 对 不能跟布拉佩斯比 就是跟匈牙利其他地方比的话 它算是比较比较大的城市 对 然后像Pesh 我觉得就有点像海德堡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有几间有名的大学 对 然后就小镇风光 大学城 对大学城 大学镇 对对大学镇 对对大学镇 大概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我们对于 可能台湾人或东亚人对于城市的定义 要求可能比较高这样 像譬如说海德堡 很多德国人会觉得海德堡是个城市 对它是个城市 或是甚至是个不小的城市 对对对 可是就我看来是 就是小到爆了 就是说我很难说它是个城市的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 我觉得对德国来说的话 它的城乡差距没有那么大 所以它很少有这种巨型城市 可是它很多乡间 它其实人口聚集 我觉得你描述应该比较像是都会吧 我们对城市的想象比较是一个都会 对就是真的是高楼大厦片部 然后就是可能有地铁 对对对对 对可是对欧洲来说这个定义可能就不太一样 没错没错没错对对对 所以说离开布达佩斯之后的匈牙利 到底要 你有哪些点是可以推荐的 其实我觉得在我去匈牙利的时候 还有一个困扰的点 就是匈牙利它不是一个椭圆形吗 然后我觉得这个形状让我 就即使我看到几个点 好像还要去 不知道怎么走 可是我就觉得好远 对 一来就是它很难窜起来 对 就可能东一个西一个 对很分散 对你相对其他国家来说的话 它就比较难规划成一条线 大部分会以 就是因为多瑙河贯穿布达佩斯 然后一路往南走 往罗马尼亚走 那所以大部分人 他们会去讲匈牙利的地理的时候 会讲就是东边的匈牙利 就是多瑙河以东 或者西边 河东河西 河东河西 对对对 对河南河北 对 但其实主要的城市都是在西边 应该说主要的观光的点 会比较多在西半边这样子 对然后像是就是中欧最大的内陆湖泊 就是巴拉顿湖 巴拉顿 他就在匈牙利境内 对西南边那边 对它是一个横向的湖 对东西向的湖 对它非常宽 它整个绕一圈要 就是它的环湖公路 绕一圈220公里 对然后 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湖 然后这其实是我 我觉得我离开匈牙利一个遗憾吧 因为其实我从第一年 我找到这个湖 然后我喜欢骑脚踏车 我就一直有一个目标 想要骑脚踏车换一圈 对我想要去换湖 就很多我的朋友 因为我的朋友都是脚踏车爱好者 大部分啦 对然后大部分人都已经完成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 在家门口这样 对对然后 然后就 哎 反正目前也是没有办法 本来是计划今年9月要去 但后来我9月其实在台湾 所以也没有办法去 对 你都已经出国骑脚踏车办恩趟了 结果匈牙利自己内部的湖没骑到 没错没错 对啊 所以这是一个 然后那个湖周围的话就比较像是 因为匈牙利完全不靠海 所以对匈牙利人来说 那个湖就是他们的海 它真的太大 你知道 所以它看不到边境那种 就是在某一端的话 它是一个狭长型的 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 它是一个狭长型的湖泊 就是它是一个东西 像大概有七八十公里长 南北像最近的大概是五公里 最近的两个点是五公里 可是长的就大概十几二十公里这样子 所以你是东西向的去看 你确实是完全看不到另外一边 你看不到 你没办法看到另外一边的岸在哪里 因为它是太远了 对对 其实是一个海的感觉 对 我觉得对以前人来说 感觉应该就是一个海 对 然后我就很有趣的是 反正我最近在 就去查了一下这个湖的历史 我才发现就是以前整个巴尔干半岛 在远古啦 远古可能几千万几亿年前 它整个是在海底的 巴尔干半岛是在海底 对 那我们现在看到巴尔干半岛 从克莱西亚 然后一路往塞维亚 然后到保加利亚这条山脉 是海岛 就在很远古以前的时候 所以说海平面比较高的时候 对海平面比较高 这块比较高 地势比较高 没错 没错 那整个匈牙利 其实这个巴尔顿 它这边有一个所谓巴尔干的古湖 就是古海 然后后来是地可台深 或海平面一直慢慢的下降之后 陆地才这样开始慢慢浮出来 那其实现在的这个巴尔顿湖 就是从以前的旧海流下来 唯一剩下 然后在内陆被isolate出来的一块湖泊 对 所以这是一个 就还蛮 它等于是一直以来 就是在海床里面 它就是一个低洼地区这样子 对 然后台深之后 这个地方就一直都流着水 水 对 那当然现在因为 因为就是已经 就是都变成淡水了 对 就是经过几千万年 几亿年的太患之后 这边的水都已经是淡水了 可是它其实就是 是古湖泊 这样子 这超酷的 对 然后我也是 酷到爆 就大概一个月前才刚好 就在翻资料的时候才看到 我觉得 我已经回来了 对 我就觉得靠一下 我怎么回来 我如果现在再重新看的话 我那时候是因为我在查酒的资料 因为刚好巴拉顿湖它 因为它真的很大嘛 然后所以对于葡萄酒业来说 它其实会让阳光可以一直不断的反射 所以无论阳光在哪一个角度 它都几乎可以照到附近的葡萄园 那照就说 那边的葡萄园 其实是一个比较 阳光充裕的一个环境 哇 我不知道有这种机制 因为湖反射阳光 然后让葡萄照到更多的日照 对对对 让它可以有更充分的日照 所以变成说 如果说本来日照时间比较短 或者是那个太阳的纬度比较低的时候 其实是那个光线是不容易照到的 可是因为湖泊的关系 它会反射 它就会照到 然后再加上 因为它有很大的水体 所以它周围的温度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对 那其实这就比较适合葡萄生长 那因为匈牙利本身很干燥 但它旁边也有水体 所以它土壤是湿润 温度是稳定 但空气又干燥 情况之下 完美的地方 就是一个 对 所以那边基本上 就是巴拉顿湖的周围 就是葡萄酒非常有名的产区 那这样的话 它是结合了就是葡萄酒产地 对 加上湖 就是你可以在那边 对 作乐 对对对 围海滩这样 对没错 所以那一个地方 就真的是对匈牙利人来说 夏天啦 很多人都会在巴拉顿湖周围 有一个自己的度假小屋 对然后可能或者是如果没有就去租 然后就去那边度假个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因为欧洲人都喜欢这样 就是 对 然后就 也是有海滩啦 也没有说海滩 就是人造沙滩 然后你可能就躺在那边晒太阳啊 然后旁边就有小池布这样子 然后喝个饮料 也有很多人在那边玩帆船 对 因为它湖真的很大 所以它也有一个帆船比赛 就是整框跨整个湖的帆船比赛 就是每年都会举办这样子 对 像这些大公司 像之前 我是没有去 但是其实就会有那种 就是boat party 所以他们就会租更大的帆船 可能可以坐50个人到60个人 然后就在船上面开party 然后那个船就是在湖里面晃来晃去这样子 这就是蛮常见 他们会 比较有钱的娱乐啦 如果没有钱就是在海边这样子 在湖边 骑脚踏车 对对对 我不然就骑脚踏车 对 没钱到脚踏车都没骑的 对 对 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常见 在离开布拉佩斯之后会去的地方 就巴拉顿湖周围这样子 对 我之前看过你po一系列照片 是你在南部 好像参加一个节庆 对 那个照片看起来很精彩 那个城市叫Mohash Mohash Mohash 然后它是在非常非常南边 已经大概十几二十公里 就会到罗马尼亚边界 对 所以它在多脑河的 快要到罗马尼亚的地方 这样子 对 然后那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节庆其实在 几乎所有罗马尔港国家都有 它叫不同的名字 它的custom会不太一样 但是都一样的地方在于 它都会在大概二月底 就是冬天要结束的时候 对 然后我去不同的国家 聊过这个这个庆典 然后其实他们的后面的故事都差不多 就是他们其实都是要 出旧步行 有点像我们的新年 就是要把冬天赶走 对对 然后迎接春天 迎接生育 迎接大地这样子 对 所以他们会穿得像 魔鬼的样子 那其实就是要把冬天的邪灵 全部都吓走 我比你可怕 你就会跑掉 只有这种感觉 滚啊冬天 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 你知道就是在去德国前 什么把冬天赶走之类的 对我来说 也很难想象 就是冬天有这么讨厌吗 我会发现 真的超讨厌 真的 滚啊 德国冬天日照应该也超短吧 超爆短 对超爆短 而且重点是就算有 也是乌漆骂黑 对 暗暗的 对然后满天乌云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庆典是很值得去 我不知道德国 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活动 你说德国也有 是像是什么样 没有啦 其实我不是说德国也有 而是说我可以想象 去之前 对就是说如果说 德国家假设有个节典 我不确定有没有 但是如果有 说把冬天吓跑 我会参加 我希望把它吓得越远越好 对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是2020年刚好 我刚到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COVID 快要过去了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聊 然后大家说 快要过去2020 对对2020年 那时候我是2020年的 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 去那一 你说快要过到了 对对 COVID快要来到欧洲 对但是还没有 所以那时候 我们去的时候 还不用戴口罩或什么 爽爽的 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那个是 如果说大家可以在 反正大概二月底去的话 是真的可以特别留意 巴尔干地区 几乎美国 保加利亚有 然后匈牙利有 然后克罗埃亚其实也会有 但是它不会在 每一个城市都有 几乎这些国家都是 只剩下一两个村庄 还保有这样子的 出邪灵的文化 OK 明年就可以冲了 对啊 它在匈牙利 这个节庆叫做Buzzo B-U-Z-O Buzzo Buzzo Festival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会带 他们会全部身上会穿 就是那种 很长的毛的兽皮衣 然后会带非常大的 木头雕刻的面具 然后面具通常都会有脚 然后整个脸可能是 白色或红色的 就非常非常吓人 木真银这样 对 而且那个那个 那个Festival 我后来才知道 就是那Festival 其实在以前啦 是个 就是Orgy 狂欢 三小 为什么 因为大家带的面具 比较放纵是不是 应该说 就是就刚刚讲 它其实是对春天跟生育 是有期盼的 对啦对啦 就是欣欣向荣 对欣欣向荣 所以要创造生命 然后创造生命 最好的方法就是赶跑 就是真的创造生命 就是真的创造生命 原来如此 对 然后 那你去的时候没有看到 我去的时候 有印象很深刻是 反正他们的装扮 会大概有三大类装扮 就是男性 无一例外 就会是穿怪兽装 怪兽装 就它是白色的长裤 然后我刚刚说 就是猫茸茸的上衣 因为它是冬天 所以其实不会热 然后再带木头 做的面具 但女生的话 就会分两种 年轻的女生 就会穿的比较像是 那种传统服饰 比如说 德国巴伐利亚 你就会有一个 很单的image 那他们也有匈牙利士 但通常都是黑色 然后蕾丝的 的洋装 但是年长女性呢 就会穿的像是那种 村里的阿婆 然后 就是可能会围一个白色的 的apron 那叫什么东西 围裙 围裙 对 然后可能会带一个那种 把头发包起来 就比较像是 在城堡里面 打扫的阿嬷的那种 那种形象 OK 它穿比较像 当然 因为他们真的很老 然后欧洲人就老很快 他们脸揍很多 看起来很像巫婆 他们真的都会拿着拐杖 OK 然后我去的时候 就印象很深刻 就是 在那边 在那个庆典里面 性骚扰是一件 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 如果去的话 他真的要有心理准备 尤其是女生 就是如果你会 就很急 而且大家戴面具的时候 就更肆无忌惮 没有没有 性骚扰是那个 节庆的文化 它不是一个意外 它是一个文化 我以为是说 大家趁乱就 不是不是 是有意的 是有意 而且是他庆典的一个部分 所以例如说 男生比较不会去 穿着鬼怪装的男生 比较不会去 性骚扰女生 他们会去捉弄女生 例如说 他们会拿棉花 一袋的棉花 然后一直往女生头上去抹 这样子 当然有点阴晦的意义 但是男生的话 就是你要特别去小心那些 看起来像巫婆的阿嬷 他们会一直拿拐杖 去戳你的胯下这样子 原来所谓的性骚扰是这个形式 对对对 而且是很明目张胆的 就是拿着拐杖 然后他甚至可能突然之间 你就会发现 从后面有一根拐杖 伤到你前面 然后这样拉一下 不是啊 这样很痛 对就是你会吓到 所以那时候 就是我们去的时候 就有一些 非兴阿力人 就包含我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外公一起去 然后我们就有一点 我们真的有一点 culture shock 一直有人碰我 对对对 然后后来那天 校园员就看着我们说 所以你来 你不知道你来什么地方 first time 对对对 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 就还蛮有趣的 对 所以所谓性骚扰 就是一定要这个形式 那个是那个party的一个部分 对对 他不是 但他不是真的有意要对你干嘛 对对对 只是他的文化传统留下来的 对对对 就是性暗式的文化 然后甚至是像是 就很他们 我刚刚不是说有那个拐杖吗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老奶奶 她的拐杖就是一个L型的 倒挂的L 然后上面那边就是一个假氧具 然后他就会藏在他的斗篷里面 当他发现你在看他的时候 他就会把那个假氧具这样子转出来 然后就是有一根假吊在那边 放上去 就是在想 就是非常的 就是鼓励大家 难过要变成orgy派对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 然后我知道orgy派对 就是我回来之后 我跟其他相产力朋友聊 他说那你没有留到晚上营火 我说晚上营火有什么 他说就打炮啊 不早说 对不起 不早说 这是一个不早说 我都回来了 对对对对 对所以 如果单身的朋友的话 可能可以带晚一点 但我没有 我没有去到晚上那部分 所以我不晓得 我们就当天是开车回 布达培斯 所以就没有经历到 对 太遗憾了 对真的有点遗憾 不过就是一年一次啊 对他这一次 可能就是一个周末 就是可能四五六日这样子 嗯 对对对 好 下次你要去开开眼界 对 这个也可以去一下 保加利亚也有啦 保加利亚在 另外一个索菲亚 西南边一点的一个城市 对 大概也是火车 一个小时左右可以到 哦 那这样的话 反而比匈牙利还方便 对 匈牙利那一个 离索菲亚近的话 对对对 匈牙利那一个 会离布达培斯稍微远一点 开车大概将近 一百五两百公里左右 稍微有点距离 也还好 对 是可以到 是可以开车可以到 几个小时可以到这样子 对对 其实匈牙利虽然乍看一下 好像不小 嗯 可是再看第二眼 其实有点小 怎么说 并不大吧 对不对 我是说他 他相对于就是欧陆 西欧大国来说的话 欧陆如果你在德国 法国的话 他当然算是 土地面积算是小的 嗯 他们觉得说都被割掉了 所以 又来 回到这个主题 我帮你给你一点 匈牙利的文化感 以前这个克罗埃西亚 一路到那个罗马尼亚 都是我们的 哇 所以他们出国旅行的时候 也会嘴这个是不是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之前有跑去斯洛法克玩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 就匈牙利 跟我匈牙利同事说 我要去斯洛法克 他们就说 你怎么要去那个地方 我说 斯洛法克很漂亮啊 他说 不过就是以前我们的土地而已嘛 然后 好几巴 对就超几巴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 我不知道 不想理你 不想理你 我要出门了 对 对他们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埋在他们的血液里面 对 有啦 其实我有种感觉就是在 我在布达佩斯的时候 有参加两个walking tour 那tour guy将会解释一下 那个匈牙利的历史 对 然后我觉得就有 他没有很明目张胆 但是有这种隐含这种情绪在里面 对 是会有 这个感觉 是会有 对 然后同事比较熟的就 他们就很直接这样子 OK 对 所以你在疫情期间 在匈牙利国内应该都看得差不多 我觉得其实还有 除了脚踏车的环虎还没做到 没有 其实老实说 老实说我觉得还有很多 像是 像是在我刚刚讲那个巴拉顿湖 巴拉顿湖的北边 西北边 其实有一个地下湖泊 地下湖泊 对 然后它是全天然的 有一次就是找进的时候意外发现 然后发现底下说有一个地底的湖泊 然后就是一个中如石洞 对 然后那个湖泊大到可以在里面划船 不是很大的船 但就是两个人的小木船这样子 所以它等于说你可以在石洞里面沿着河流探险 对 那那个划船可能就实际20分钟 并不是说真的非常大 可是以一个天然的地下洞穴来说 然后有淡水在里面 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那个是一个就是 我一直都没有去的地方 它叫塔普查 对 然后那个地下湖泊是非常非常有名 然后我一直想去 但都还没有去 还有像是有一个地方叫做 Shumek城堡 Shumek城堡 对 然后那个地方是我有去过 可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是我就没有参加到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它之前停办 它是一个中世界古堡 然后应该也是匈牙利境内最大的城堡 对 然后是真的是有defense的功能存在的 然后它就建在一个山丘上面 所以那整个山 周围就是那个城市 然后但是上去的山头就是一整座城堡 这样子 整个山头 整个城堡站 整个山头 然后它那个城堡里面有自己的庭院 这边 就之前啦 在疫情前 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有了 就是是可以看 就是他们有中世纪比武的表演的 中世纪比武 对就是所有人会穿上骑士 对对对 穿上盔甲 然后他们会有那个长枪刺 就起码拿长枪比 然后还有比刀剑 的那种比赛 就是真的是回到就是 就你如果看Game of the Song里面那种 就比武大赛会有的节目 就一项一项这样子 我超想看的 对然后我也很想看 对然后 反正anyway 我现在大概比较困难一点 不是啊 你今天还不是要回去吗 对 可是我回去时间很短啦 就回去 而且回去事情非常非常多 对所以大概没有时间去 可遇不可求 对对 而且我也不知道他比武大赛 是多久办一次 他每个周末都有 啊每个周末都比赛 对每个周末下午好像五六点吧 四点还是六点 反正他冬天夏天的 开始时间会不太一样 那这样的话 你只要抽空抽出一个周末 对其实只要找个周末去就可以 但只是那个城市的 就可能开车比较方便一点 那边就是大众交通 会稍微麻烦一点这样 他在 那个城市在巴拉顿湖的 西北角 所以离布塔佩斯 可能有将近250公里远左右 会稍微是远一点 对开车要 可能要三个小时左右 哇那这样的话 你这次 好不容易要回去的 结果还是参加不到 对我这次回去 应该就真的纯粹 只是去 去处理事情 对对 把东西收一收 这样子 太遗憾了 对 蛮难过的 对啊 真的 而且这次就是 因为我刚好 其实八月初回来嘛 然后本来跟朋友也说了 就是要去参加 匈牙利有一个算是欧洲数一数二大的电音派对节 电音派对 对在八月 嗯 然后今年是八月十几号 十三号 十四号左右 对 然后你刚好没参加到 对 因为我八月八号回来 你不能改再接 对 还好我还没有买票 对对 然后后来本来朋友 我们要一起去 然后后来就没有去这样 然后那个 那个的话 它是在一个 Penisola 就在多脑河上面的一个岛 半岛 一个沙洲岛上面 然后那个沙洲岛非常非常的搭 可能有五六个大岸森林公园那么大吧 就是那一个沙洲岛非常的大 对 然后 然后它整个就是一个森林公园 就是这树啊 然后上面是 除了公务车以外 一般汽车是不能进去的 然后在那上面就会有一区 在夏天的时候 就会是有很多帐篷 然后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电音派对 对 然后有很多的舞台 怎么听起来跟那个布拉佩斯多脑河中间的那一个岛 马格丽特岛嘛 对对对 听起来蛮像 比它在更大大概两倍左右 然后一样是在那边开趴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就叫做Seagat 那Seagat在匈牙利文的意思其实就是岛 所以这个Seagat Festival就是岛节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就是岛上电音派对节 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 然后在每年八月会进行 然后因为刚好之前COVID的关系 所以前两年其实都停办嘛 对 对然后今年刚好有 然后我就又刚好错过了 对 没救了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之后还要租欧洲才可以玩一玩 对 说实在的 你为什么要搬回来 我跟大家交代一下 给他合理的解释 啊 为爱走天涯 真的吗 没有啦 没有啦 这个好考虑 然后主要是 反正我 就刚刚有讲到我离职嘛 对 然后离职原因是因为我现在就 跟我的好partner就是 concussion 脑震荡的另外一个节目主持人 Luca 就我们一起开了一间公司这样子 Luca也是我们以前的来宾 所以大家应该很熟 对 爱丁堡的 对 我说我们听众们希望有听那一集 我觉得那一集真的很赞 对那一集真的很赞 那一集超赞的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们两个就一直都很喜欢旅行 然后我们都住在欧洲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 因为最后我就决定要离开前公司 是因为我想要开自己的公司 哇 想当老板 不想当员工了 耶 后来发现老板很难当 然后当努力通划 不用想那么多 公司不赚钱 我还是可以领薪 对 在上班的时候大便它你还可以赚到 真的滑手机都没事 现在大便是花自己的钱 没错 没错没错没错 对 所以这个 这个是怎样的公司 我们叫做We Far eight 其实就是We Safari 怎样 就是一起去冒险 有点难发音 对来不及改 那个东西都弄下去 偷袭洗了 对然后反正我们是跟旅游有关了 对所以我们想要做的东西 其实是让游客 你可以拿着已经编排好的行程 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再花时间 做自助行的行程的规划 对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走 这样子就跟着我们的手册 等于说你给你买到的产品 其实是完整的行程手册 所以你每天哪些景点的营业时间资讯 然后你每一天的行程怎么安排 然后这些景点之间的交通要怎么走 全部都帮你写好了 所以你不用再二外花时间去网络上面爬文 找做功课的时间这样子 所以他意思是说 假设我要去一个特定城市 譬如说布达佩斯 然后我在上面可以选购 达人帮我规划的行程 没错没错没错 像是以布达佩斯来说 我自己就写了两条不同的路线 然后每一条路线大概是两天左右 因为布达佩斯就是有分布达跟佩斯 对对对 那如果不知道可以回去听前面的东西 一一三十 三十还是四十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就写了一条是布达两天 然后一条是佩斯两天 对所以就像你刚刚讲 光布达佩斯其实四五天 其实是很不够 因为我写了那两条 总共四天其实有超级多 还是没办法排进去 对对那 那例如说假设不知道说 去那边到底要干嘛 或者是你有几个想要去 但是剩下时间不知道怎么填 那这个手册就可以帮你 把整个行程规划好 那该看的点 然后或者是一些 我自己推荐的私房的景点 就都在里面这样子 你知道吗 其实其实我第一次听到 你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对 我就想说 以我这个有经验的旅行者 感觉起来应该不太需要这个服务 后来我到了印度的时候 我就是八九月在印度 八九四月 对对对 哇 我真的恨不得有人告诉我要去哪里 对 其实问题就是说 我在旅行的时候 当然我知道 这些点这些点这些点 就是在网上就找得到 没错 可是怎么说 这些点要串起来 然后自己脑中想一遍 对 就说我可能先去这里 再去那里再去这里 然后可是你脑中想 绝对跟实际上的情况 终究是不一样 没错 你可能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觉得他一小时 后来发现他只要十分钟 就没有东西 没错 然后或者说他可能三小时 对 所以搞得我后来就觉得 啊天啊 我的时间就是 不好规划 你要么就是突然不知道要干嘛 就比较多surprise这样子 对 如果说有人不好想好说 反正你早上先去哪里哪里哪里 再来去哪里哪里哪里 这当然不用百分之百照他走啊 可是至少他的建议中 你就会感觉到说 哦他怎么看这些点 没错没错 对 我觉得你刚刚讲了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每一个景点停留时间 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在网络上面找到的 因为大家可能会写 可是就很分散在一些破碎字 他不像是Google Map的地址 你就很容易就可以Google到 对对对对 这就是其中一个价值 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因为你知道每个人 他旅游路线其实不太一样 那有些人可能很就是户外型 对 那有些人可能是那种文艺型 对对对 古迹控这样 没错 所以我不很确定 因为我相信你在买这个行程之前 你应该也不知道那内容是什么 买下去发现 哇靠什么都户外 那可能我不喜欢 其实会因为我们不会只写城市 我们会去写这份行程的介绍 比如说这个行程 大概会去踩到哪一些主要的点 或者它比较适合年轻人 或者是它有比较大量的步行 这些我们会在产品的介绍里面 就已经先写过来 对因为我们其实也不希望说 你买了发现 这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这我们不希望嘛 所以基本上 我们还是会尽量的把这个行程的特色 例如说这个超级多逛街 那你又不喜欢逛街 就不要买这个 可是这个超级多古迹跟历史故事 可是我就博物馆只要逛十分钟那时候 那你就不要买这个 所以我们会尽量把这样子的特色 写在产品的说明上面 让大家去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style的行程 这样子 你这样讲的话代表说 你在认购这些行程的时候 它其实虽然看不到内容 可是大概知道说这个行程 大家走向会变成怎么样 会有几个 就是从前你会看到一些景点的照片 当然这就是有写行程的人 然后我们其实都是邀请旅游达人 然后我们现在最想要邀请的就是 解锁地球上面的节目来宾 多的是 这是最棒最棒的来宾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景点上面的照片 可能是达人提供的 所以你可以先看这些照片 大概有一点感觉是 这个行程会去踩到哪一些点 然后再来就是像刚刚讲的 我们其实会有 例如说只要三天行程 它会有第一天行程的纵览 第二天行程的纵览 第三天行程的纵览 所以你是会知道说 我一二三天是要干嘛的 但只是说 那一二三天里面 它不会写得非常的详尽 它只会说一些比较大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先去看主教堂 然后会有一个walking tour 然后晚上可能会建议 吃当地的餐厅这样子 我会写说 建议会吃到当地的餐厅 我不会去写是哪一间餐厅 那你要知道这些详细 然后地点在哪里 需不需要先预约 平均消费要多少 每一个点的停留时间 这些就是 买了就知道 对 就买了就知道 大概是这样子 OK 不过它所谓买这些行程 它上面会有跟你写说 先去哪里再去哪里再去哪里 对 可是那个行程里面 譬如门票啊什么那些 还是要自己搞定吗 目前的话 有个可以有两种方式 就我们现在也在跟旅行社谈 所以应该是说 你如果 因为大家有些人喜欢做功课 然后有些人喜欢 不做功课 但是他喜欢自己弄 譬如说我就觉得 我自己买机票比较便宜 我可以买到最便宜的机票 有些人就是 帮我搞定就好 帮我搞定就好 我就想去看 但是我想要最hustle free这样子 那就是最后面的这种 当然就是 我们现在去找旅行社合作 所以你如果有一个行程 你要 当然你机票已经买了 因为你不是要从台湾去 所以你不用机票 可是你想要住宿 你想要门票 我们就找旅行社 直接帮你全部处理完 这也没有问题 所以就是说 你爱自己搞 那你就 就跟你说 你要去哪里 你自己去 对 例如说你只想要住宿 或你只想要全部的票 那住宿你要自己弄 机票你要自己弄 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 我们是可以找旅行社来协助处理 这样子 对 那如果你想要自己订 因为有很多场馆 其实是不需要先预约 或不需要先买 就现场买就好的话 那其实你也可以就到现场 再自己处理 这个听起来 不管是你喜欢自己探索 对 或你喜欢有人帮你打点 其实到后来之后 就是你现在 你可以自己选 对对对 我们现在已经有合作旅行社 可以来处理这件事情 对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所以这样的话 现在目前哪些地方 已经有达人进驻 我们目前 我自己写了匈牙利的两条新称 今天讲到这些匈牙利 布达佩斯以外的东西 我也希望我很快可以写完 但那可能就比较适合自驾 你知道不得不说 就是我觉得你来写匈牙利 不管是布达佩斯 还是其他地方 这是非常的说服力 故事很多 想卖 对对 然后当然 我自己的话之后 可能也会写保加利亚 跟克罗埃西亚 对对对 这是我比较常去旅行的地方 那像卢卡 其实他叫以诺 所以如果大家在网组上面看到的话 以诺写的行程是 当然就是爱丁堡 对 然后还有荷兰 对 他现在住在荷兰 那我们也有照了 已经目前正在合作 就是接受地球的来宾这边 也有上节你自己的海德堡 对 然后还有土耳其 对 卡罗 写了一份伊斯坦堡 那除了卡罗以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土耳其的达人 他也写了一份伊斯坦堡 我觉得 不同面向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真的很开心 因为这两位都 他们两个也互相认识 对 伊斯坦堡圈很小 对伊斯坦堡圈很小 我觉得他们两个写的行程 老实说是我 就是我们现在到现在 我最想要走的行程 对 而且总共加起来是五天 五天的行程 只有大概半天左右是重叠的 所以是完全可以就是 两份都一起走这样子 对 然后刚好就是伊斯坦堡 一个是讲比较古城区的 然后一个是讲比较在地人生活的 非观光区的地方 可是我就觉得卡罗那份 非观光区的 非常适合搭配前一份 很观光区的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观光的氛围 你也可以感受到 当地人到底都去哪里喝下午茶 我就觉得 感受到超赞 超好几赞 对 然后除了卡罗以外 我们现在还没有写完 不是那么确定 要不要把他讲 也是啦 因为怕万一他最后没有写完 总之我们就是后面 还有很多人在进行中 对 我们有澳洲两条 雪梨 然后有西澳 比较少人会观光区 因为真的很远的博斯 就PERS 对对对 所以这两条 现在也都已经写完在线上 对 然后墨尔本 现在还在编辑中 对 然后很多城市 我们现在都还在编辑中 OK 对 好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 就是说未来 假如越来越多人 开始写这些行程 Wefari的网页上面 就可以看到 各个不同的达人 然后他们贡献了 哪些哪些城市的经验 跟这些规划 没错没错 然后如果大家 有要去那个地方 就可以去看 觉得他的描述 好像感觉起来蛮合的 你就可以买 然后看里面的内容 对对对 想要成为达人的话 也可以就直接点 成为达人 有道理 就是我觉得我们听众 还蛮多达人 对我们 而且很多应该都住在海外的 对 反正介绍这些城市 我觉得是 尤其你住在那边 久了之后的 介绍的感觉 会跟观光课 介绍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像Wefari上面的达人 都有这样的特质 基本上都是住在当地的 对 就是说在那边 当地待一段时间 对 那他们对当地摸得很透 对 我觉得这个很慢 还蛮重要 我觉得旅行的时候 我们开始想要弄这东西 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我们想要知道 我们不只想要知道 观光课可以怎么 我们想要知道 Local怎么生活 对 那这块就真的不是 观光课的资讯 容易去找到的东西 对 就是你好 你观光课玩人再怎么透 你一个城市玩两个礼拜 对 就是两个礼拜 跟住在那边还是不一样 对 别人住可能两年 对 对 大概是这种感觉 所以未来如果 反正现在解封了嘛 对 像我身边的朋友 一堆在问 去哪里玩 真的是 而且你那个脸书啊 什么IG一滑 打开一滑 你滑不到几秒钟 就有人在国外 对 没错 报复性出国 而且我觉得台北街头的外国人 也是明显的暴震 对 超级多 超级多 对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 一时不知道去哪里 其实也很简单啊 你去官网看啊 对 其实你搞不好 你看一看有灵感 对 你看意识探宝行程 你看一看 我靠这个 对对对 不去不行 我觉得是 这可以就变成说 就算你已经排了行程 或者你已经有想要去的点 你就可以当一个参考 因为做功课 它其实就省你一些时间啦 对对 最主要是我们就是想要省时间 对 没错 好 所以呢 如果说对这样的行程规划 感到有兴趣的话 没错 可以到WeFari的官网 对 上面看 而且其实坦白说 我觉得每个行程都蛮便宜的 对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 不要担心 我觉得不太需要担心 说买了这 哇干 怎么好像不符合期待 因为其实也没有损失多少钱 对 因为都是一个城市 可能达人写就是两三天的介绍 对 不会太长 对 嗯嗯嗯 好 那所以 这个反正连结 我就放在Shownote 好 贴文 当中这样子 那我们要给就是街头地球的听众朋友 就是有 邮会 哇真的假的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去网站上面结账钱打Unlocked Earth 都不要空白 全部小写 嗯 那就可以有就是我们现在一天的行程是150块钱 对 但是如果有就是打Unlocked Earth的话就会变1天100块 所以如果你买一个三天的行程就300块钱 所以其实你拿到三天的行程就只要300块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可以尽量尝试看看 哈哈哈哈 对对 只有300块 就就是买一本旅游书啦 旅游手册 就这样大概是这样子 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嗯 那 照理讲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 你已经在人营在匈牙利 对对 我在匈牙利 你这次要回到匈牙利待多久 我到一月中农历年前其实就回来了 哇 那所以真的是善后耶 对 我就回去善后 然后回去把住宿啊 然后账户什么的处理处理这样子 哇 告别了住了这么久的匈牙利 对 感觉如何 就还想玩啊 对 真的是玩不玩 可是除了玩之外呢 我觉得 其实老师说 就是以长远来说 我 另外一个我会离开的原因是因为我 其实没有想要一辈子住在匈牙利 他很适合 我觉得他很适合就是在20岁到40岁时候 在那边住个五年左右 但是对于想要长时间定居或甚至退休 他不会是我的首选国家 为什么 就刚讲那些政治的问题 对 所以他们其实 他们对于退休跟劳工权益其实并不是很好的 那尤其我现在变老板之后就 就更多麻烦这样子 对劳工权益不好 那不是对劳工权益最好 其实是啦 可是因为他们的法规跟政策变化 速度很快 而且非常非常人质 所以他的变化不一定是一个 make sense的方向 有时候你会有一些surprise 对 所以他不是一个 他的政治状况 我觉得相对不是那么stable 对 所以就不会想要一直待在那边 不是一个适合安居乐业的地方 对他可以他可以几年 尤其非常适合digital nomad 可是长时间就可能不会想要在那边 而且还有就是他们的那个氛围还是比较 就是刚才比较 passive一点 比较灰暗 嗯 所以久了就有时候会觉得那边人呃 你的能量会被吸走那种感觉 哇也是这么严重啊 对其实会的 我再不知道配思 好啦 毕竟我是有破坏的 而且是夏天 嗯 冬天的时候那个阴暗的程度就是跟着日照 那个影子的有多长 他们应该就有多长 这么恐怖啊 对对对 到底是怎样啊 所以大家在游魂一样街上走 然后缅怀的 就是没有啊 没有啊 就是在聊天的时候就比较 他们是比较会 喜欢抱怨 对不是想方法 然后有时候你跟他认真想方法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这又不会有 就不会成功 哇就很消极 对比较消极 对对对 感觉 比较压抑 不是很正向的 对对对对 不是那么正向 没错没错 所以就 虽然说很多想玩的还没有玩完 但是 anyway 那就之后再去玩就好了 而且现在就比较熟悉 所以之后如果要再去自住 可能就到布拉佩斯之后 注车 然后到处跑 就就不会留在布拉佩斯 这样子 对对对 哇 好 敬你在匈牙利度过的岁月 谢谢 谢谢 对啊 好 感谢TC aka NEO 谢谢 来节目上 第三次 第三次 对 睽違快三年 真的 回来 真的 好 那搞不好还有下一次 其实 应该是还可以 我觉得应该蛮多的 光匈牙利我觉得都讲不完 对对对对 其实你们列了好几点就没讲到 对没错 不过 那就之后再看看 留给续集一些空间 OK 好 好感谢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